我们现在看看几位嘉宾面前的这个电脑上 我们网络互动平台上呢 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提问 如果有直接向各位嘉宾提问呢 大家可以提出来 我们推送到大屏幕上做一个回应 有没有 现在 我这儿有一个 有一个 那好 来 曹老师呢 我们看一下 你看麻辣小龙虾 提出来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里根号航母切分 在这个南海巡航 好人理查德也在一个东海周边巡航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次演习结束之后 美军的航母舰艇 会不会还在东海和南海周边转悠 这个问题挺麻辣的 挺麻辣小龙虾提的 我回答他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种政策 它是一种全球部署和前沿部署 所以他的里根号和好人理查德号 在演习之后 一定会在我们的周边继续转悠 因为这幅和他的这种前沿部署的战略 再有一个里根号 就是部署在日本的恒细鹤 你像好人理查德 就是在这个日本的佐世宝 所以呢 他会在我们周边转悠 但是我们不会让他 这么闲听信部的转悠 他到我们周边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用自己的舰机 对他进行就是跟踪监视 所以呢 在中国的周边 你要想晃悠 你要想威慑我们 这个是没门的 所以我们有能力 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 所以他的晃悠 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晃悠 而是一种不自在的晃悠 好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先回应到这里